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强调,所有十四和三米的法定范围内都是禁烟区,至于在距离十四三米以外设立丢弃烟地的设备,则是地方政府的权限。 李文才指出,在法定范围内,也就是十四和距离十四三米内都是禁烟区,一律不可以提供吸烟设备。 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决定是否在法定范围以外设下丢弃烟地的设备,又或者批准让业者自行设定相关的设备。 他强调,如果任何餐饮业者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设下西烟区,相关的业者将会遭到对付。 李文才是在华都亚野国会议员服务中心举办的捐血运动后,向媒体发表谈话。 另外,针对私人诊所和药房面对对抗A型和B型流感药物特敏服短缺的问题。 李文才表示,虽然患上流感的病人有所增加,但是并没有出现爆发的程度。 因此,他劝起民众不必恐慌,因为一般健康的民众不需要服用特敏服,只需要接受普通药物的治疗就可以痊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